大家好,欢迎收看生活调查团,我是琪琪 到了夏天了,运动的时候出一身汗是一件非常唱快的事 适当地排汗,当我们的身体会有很多好处 可以促进人体的新陈代謝和排毒 不过有些朋友就很不喜欢在运动之后 整身黏黏黏的那种感觉,真的很难顶 所以在运动的时候,对穿的衣服也是非常讲究 说到这里,最近我的同事小倩和敏也在烦恼 运动的时候到底应该穿什么衣服呢? 最近坐得多,肚子的猪腩肉都突出来了 所以想晚上去运动,跑步 你陪我去选运动衣服,你会选吗? 运动衣服当然要选纯眠的 对了,又吸汗,而且出汗也不会黏黏黏,很舒服 是吗?但是我平时经过的运动用品店 我看里面买的好像也不是熟 有的,我们去看看吧,走吧 是吗? 不知道我们平时在专买店看到的运动服 一般是什么材质的呢? 不如这样吧,我们先来看看小倩和敏 买运动服,买成什么呢? 在那里 你觉得这件怎么样? 这件牙蝶蝶好像不太好看 你看看其他 我也觉得不太好 你先找一下什么样子 我想问一下有没有其他女生的运动服 好 帅哥,有没有全面的呀? 没有啊 我都说的啦,没有纯绵的买的 没理由的 但这里也没有,是吗? 那这些都是什么料子的? 锯脂纤维 没理由的 人家的女生都说没有了 你看这上面写着的 都是什么底纹,什么锯脂纤维 没理由的,纯绵当然是更好的 应该说纯绵的好 是的 那我们去买吉吉了 叫他帮我们调查一下 我相信电视机前很多观众朋友 都会像我们同时一样感到疑惑的 究竟在夏天 穿什么绵料的衣服运动会比较好呢? 大家看到了 我手上有两件不同绵料的衣服 这一件就是纯绵的 而这一件就是百分之一百聚脂纤维的 首先我们来问一下街坊 他们会怎样选 我还穿着这个 还穿着纯绵,为什么? 纯绵不但吸汗一些 而且穿下去比较舒服 这种穿得久是刮肉的 如果按表面那种材料来说 我会选择这种 因为它造成这种设计 会比较疏气、会比较透气 其实不管是运不运动 我平时都是偏绵料衣服 都是偏绵料衣服 就是吸汗 这种好一点 我觉得这种舒服 我以前穿这些 可以黏着的衣服 很黏的 我觉得这些衣服 除了纤维的话 它移干一点 爽一点 看来各位街坊的选择都很不同 在夏天运动的时候 到底穿什么绵料衣服是最好的呢? 接下来呢 我们会做一个 顺绵衣服 和百分之一百 最知千为运动服的大PK 看看他们哪个会赢 或者了解清楚 我们评价不同面 这个衣服在运动当中 穿是好还是不好 我们特意在实验之前 请教了一下 广州仿色学院的刘老师 作为运动系服装 最首先就是要吸食 透气、舒适 然后散热 素肝 也可以拍的 就是户外 长途户外的一些运动的话 可以用素肝 因为人运动的过程中间 它会 肯定会有 需要吸食透气 就是能够迅速把运动产生的汗液 能够吸附在面料里面 让人体更舒适 透气就是能够把这些汗液 能够导到跟皮肤不接触的面料外面 就让人的运动文件感觉比较干爽舒服 听完刘老师的专业见解 我们会知道 判断运动服的几个指标 有透气性、散热性、吸水性和触干性 下面我们就马上开始第一轮PK 这次的实验 我会邀请我的同事阿敏和小杉来完成 欢迎两位 你好 我想问两位 你觉得哪一边会赢 当然是酥脂酸维 那天我们两位去逛街 那间店铺也只有酥脂酸维买 那小杉呢? 我看你一直想说话 是的,当然是纯绵 我们这么久赢都是纯绵 当然是纯绵好一点 但是是那间店铺 是的,行了行了 真的公说公有你 婆说婆有你 你们到底有没有信心赢? 当然有 事不宜迟 马上开始我们今天的测试 首先阿敏和小杉 分别将两件衣服摊开 然后分别将衣服摊平 夹在索尿圈中间 为了保证实验的准确性 我们保证立足 三小风扇之间的距离是相同间 在启动风扇之后 我们会对烛光进行观察 哇! 今次我们看到结果很明显 中间隔着聚脂纤维的蜡烛烛光更加清晴 结果出来了 是我们阿敏赢了的 换言之 也就是百分之一百的聚脂纤维 这个透气性会比较好一点 所以呢 我们会在聚脂纤维旁边 黏上一个黄罐的 没理由的 我觉得是顺便好一点的 我不服输 小杉你又不需要太过伤心 因为呢 这个只不过是我们第一轮的比拼而已 我们还有第二轮的 真的吗? 是什么来的? 第二轮呢 就是我们的散热性PK 第二轮是散热性的PK 琪琪和小杉来到健身房完成实验 根据健身教练的指引 由于人体背部的汗线主要分布在脊椎位置 所以实验过程当中 我们先会参量小杉背部的脊椎位置的体温 然后分别穿上纯棉和脊椎纤维的衣服跑步 再测试一下跑步之后 和一个位置体表温度 看看穿哪件衣服体表温度会升高比较多 事不宜迟 我们继续实验吧 现在要开始的就是我们第二轮的散热性PK 很明显我们看到小杉已经全部武装准备好了 下面的时间 立刻开始我们今天的实验 咦?人呢? 喂 喂 你刚才在那里鬼鬼祟祟 笑欣欣干干什么? 喝水 喂 喝什么水? 你知不知道犯规的? 这样不行的 水呢 我先帮你保持住 你跑完之后再给你 好吧 好吧 那么勉强 那现在我们首先要来测试一下 你背部的体表温度是多少 是 帮我拿一下 那现在小杉的体表温度是26.4摄氏度 那接下来的时间 小杉就会以每小时6公里的速度跑10分钟 10分钟之后呢 我们再来测试一下它的体表温度有没有变化 准备好吗? 3 2 1 开始 在健身教练的指导之下 我们的实验开始了 不过看来小杉行事就缺乏锻炼 跑了不够一阵就开始累到扯了气了 10分钟的时间到了 那我们现在马上来看看小杉的情况如何 喂? 我看到你整个面都红薄薄的 而且颜头和鼻子的地方全部都飙了寒 是不是很累? 好热 好热 但是你今天是穿了这个纯棉的衣服 没有跑步的 那感觉如何? 嗯 背脊黏着很不舒服 就是黏黏黏的 是啊是啊 不要说不多了 现在的时间我们马上来测试一下 小杉的背部体表温度是多少 是27.6摄氏度的 小杉穿纯棉衣服跑步 体表温度升高了1.2度 接下来小杉头半个小时 再换上百分之百 最子纤维的运动服 反复实验步骤 听过第二次测试 我们可以见到 跑步前的体表温度是24.3度 而跑步之后 相同位置体表温度是25.1度 升高了0.8度 这样看来 穿百分之百 最子纤维的运动服 体表温度升高得没那么快 亦就是画百分之百 最子纤维的面 这个散热性 比纯棉面料更要好 第二轮PK 最子纤维性 第二轮PK结果就出来了 亦都是我们阿敏赢了的 那换言之 亦就是这个 最子纤维的散热性 会比较好一点的 又输了 唉小时 那你又不用哭哭哭忽 世事无绝对嘛 你看看我们还有两轮PK 分别是吸水性PK 和这个触干性PK 还不然你可以打回平手呢 是啊有道理 下一次我一定会赢的 嗯 立刻进入我们第三轮的 吸水性PK 第三轮的PK 是吸水性的PK 去到夏天运动的时候 会出现大量的汗 如果运动的时候 汗可以被三快速吸收 这样就可以最大限度的 保证我们身体的舒适度 所以这轮PK 我们会分别在 纯棉上衣 和百分之百 最子纤维运动服上 滴上等量的清水 看哪件衣服的 吸水速度比较快 在我们第三轮的 吸水性PK当中 我们同样是准备了 在上两个实验当中的两件衣服 那一会儿阿敏和小嫌 就会分别用这两支滴管 在这两件衣服上面 滴等量的清水 看看这两件衣服 会有什么电话 在制取等量的清水之后 阿敏和小嫌 从事把水滴在两件衣服上面 可以看到 最子纤维的运动服 瞬间吸干了 如 我们平时说 吸汗的纯棉衫 水滴了上去之后 过了好几秒 水才被吸干 也就是说 第三轮吸水性PK 仍然是最子纤维性 经过了刚才的实验 我们可以知道 最子纤维的吸水性 哪一件衣服干得快 肯定是我赢了 人家那间铺鱼 人家说 最子纤维又叫速干衣 所以肯定是他快 你也会说别人说 是广告的 两位不要咬那么多 立刻开始实验便知道 这次阿敏和小线 同样在衣服的相同部位上 滴上等冷的清水 然后我们将衣服 剩下10分钟 派在那件衣服上面的水 干得比较快 经过我们的观察 哇 速干衣服果然明不开全 同样那么多的水 在最子纤维运动服上 变干的速度非常快 而棉衣把水都吸了进去 但是还是濕的 虽然很多街坊 都说到纯绵的衣服 是比较吸含的 但是从我们的试验当中 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到 醉脂纤维的吸水性和速干性 是圆性纯绵的 也就是说 依然是阿敏性出的 耶 为什么会这样 我不接受这个结果 为什么纯绵不行 都说明了 我肯定会赢 你又不相信我 我不相信 行了行了 别吵 这个问题 我们还是来请问一下专家 锯子纤维会好 会合适一些 因为唇绵呢 它虽然吸湿性非常舒服 吸湿性好 透气性好 然后呢舒服 但是它不能酥干 它的面料蓄水性很强 我们在运动过程中 产生的那些汗液 它最后就贴身穿着 会让人感觉不舒服 它不符合运动服装的特性 我都说的了 老师都说 罪之纤维好过顺便 罪之纤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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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名字听上去高档一点 我们上次去逛街一间运动店 还有一只 应该是有什么轮的 轮的 轮的 但是那个店员也没有介绍 肯定不好 都不提他 当然不是 我们很多衣服上面都见的 如果不好 又怎么会那么常用 是不是 不是 行了行了 我还在 有两个都说了 关于这个敌伦好些 或是这个罪之纤维好些 我们还是继续来请购下刘老师 巨子纤维和敌伦是同一种原料 只是说在我们国内早期 是把它就直接叫敌伦 敌伦其实是它的血名 就像我们说 敬伦也是敬伦、丙伦、维伦 只是我们国家对它的称呼 那么敌伦在早期引入中国的时候 有一种面料叫的确量 它其实就是敌伦 那在那个时候 因为我们 因为我们 我们大众 对这些化线 化学纤维不够了解 所以呢 就觉得敌伦可能 会比那种纯绵的还要好 所以呢 的确量在早期 特别受欢迎 最后就 我们的民众可能 对这个敌伦就产生了一种 就是对这种面料 是比较廉价的 产生这么一种心理之后呢 然后就很多商家 就把敌伦就改成了 巨子纤维的称呼 其实两种是同一种物质 哦 原来是这样 不过看到这里呢 老师我就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啊 就是呢 我们平时买泳衣那里呢 那个标签呢 就会写着一些什么 安伦啊 錦伦啊 还有百分之几百分之几 那究竟这两样东西 和敌伦有什么不同呢 这个问题呢 就问得好 这样呢 就引伸出我们 接下来要调查的问题了 那到底敌伦 錦伦 安伦之间有什么区别呢 接下来我们用实验 告诉你 首先我们在网上搜索了一下 相关资料 发言有网友说 三种布料的主要差别 在延展性和抗酸碱性那里 接着来 我们马上开始实验 现在桌面上呢 摆着有三种不同棉料的布 第一种呢 就是含百分之十八的安伦 和百分之八十二的錦伦的布 而第二种呢 就是含百分之五的安伦 和百分之九十五錦伦的布 而最后这种呢 就是含百分之二的安伦 再加上百分之九十八滴伦的布 同时呢 我手上呢 有一把尺和一把剪刀的 那下面的时间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三种不同棉料的布 它的延展性到底是怎样的 所谓延展性 其实就是弹性 我们的调查员琪琪 分别从三种布料当中 剪低一小条长度 相等为十厘米的布料 然后用最大的力气 将三种布料拉直到最强 我们可以见到 安伦含量最高的布料 可以拉伸得最强 为十六厘米 合有百分之五 安伦的布料排行第二 为十二点五厘米 迪伦的延展性最差 为十一厘米 通过了刚才延展性的小测试 那我就发现 茅子安伦的含量越高 它的延展性就越好 不知道它们的抗酸性又如何 稍后我会将这三块剪出来的布 分别摆入装有强酸的烧杯里面 浸一小时 一小时之后 我们再来看看 它们会有什么变化 首先是这块 安伦的含量是不太强 百分之十八,錦輪的含量是百分之八十二 來看看 浸了這個強磚之後 我發現這塊布沒有任何變化 好,我們再來看看第二塊布 這塊布的安輪含量是百分之五 錦輪含量是百分之九十五 這個沒有變化,再反轉一面來看看 同樣,第二塊布浸了強酸之後 也沒有明顯的變化 我們再來看看第三塊 第三塊布剛浸下去的時候 有很多氣泡出現 不知道這塊布有沒有什麼變化 經過了我多方面的觀察 第三塊布也是沒有變化的 換言之就是說 這三種布浸了強酸之後 也沒有明顯的變化 這三種纖維都屬於化學纖維 化學纖維在這裡面的安輪 底輪是使用量最大的 可以防很多面料 那麼淨輪是我們在生活中 比如說,鋰龍絲襪 就是,緊紋在我們生活中就叫鋰龍 它就叫鋰龍 然後呢,用來做絲襪 用來做魚網、釣魚線、蚊帳 或者是羽絨服的面料 或者是登山服、戶外裝 還有一種現在比較流行的 叫皮膚衣、皮膚風衣 其實都是用鋰龍做的 鋰龍的特性就是它 它輕盈、延展性好 彈性非常強 然後呢,就勞度特別高 但缺點呢,就是怕光耐熱性差 鋰龍呢,本身它是獨立 是沒法獨立成衣的 因為鋰龍它是一種彈性纖維 它是把它加在面料裡面 為了加強面料的彈性 穿著的濕度 或者是那種叫面料的回復性 它是不能獨立在做一種面料的 通過了前面這麼多個實驗 我們可以知道 夏天運動的時候 是不應該穿順面衣的 那我們平時去買運動衣的時候 又應該怎麼選呢? 一件好的運動服的話 首先它是有一定的透氣性 然後排汗,排汗性非常好 第一個的話 你一定要去試一下 首先,穿起來是不是舒適的 舒服 然後第二個 最好是鋸子纖維會比較好一點 因為鋸子纖維的排汗性會比較好 然後純面的話 可能你試完之後 貼在身上會很不舒服 那除了運動之外 我們平時穿衣布料各式各樣 我們在清洗的時候 又應該有哪些注意事項呢? 棉料的洗滴呢 就不要整件洗滴 因為往往一件衣服運動完之後 是可能就是跟我們皮膚接觸的 比如說袖口、拧口 或者是下擺這些部分就會比較髒 這些髒的部分呢 我們可以先用水潤濕 先用水把它潤濕透了 然後再抹上一層薄薄的洗滴劑 然後呢就要定點清除 棉就是因為它 它的最大的缺點就是容易起皺 棉、麻、絲綢都是一樣的特性 那麼棉在這裡面是最容易起皺 因為它的勞度不夠高 所以容易變形 容易起皺 所以建議不要去用洗衣去繳它 安穩是不適合被曝曬 無論是運動裝還是這些泳裝 在使用完之後 我們應該是建議是使用中性的洗滴劑 把它 就是如果是有這個污測就重點清除 定點清除之後呢 然後再用清水過激到 把這些叫洗滴劑把它清洗乾淨之後 才能保證這個服裝的使用壽命 最後我們再來總結一下今天的內容 首先在運動服的挑選上 夏天運動的時候 我們不應該選擇純棉衫 應該選擇聚紙纖維布料 而在選擇的時候 盡量試穿 選擇貼身、舒適、輕薄 而且是帶有孔狀結構的運動房 第二,對於不同的布料 加按鈴含量高的布料 就要避免曝曬 防止失去彈性而變形 而純棉的衫就盡量用手洗蠟 注意曬乾避免變形 迪倫面料會較為容易清洗 直接機洗就可以了 好了,今期節目就到這裡 如果你對我們節目有什麼疑問 又或者在生活上有什麼問題 需要我們解答和調查的話 也可以登陸新浪微博告訴我們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 拜拜